大家好,欢迎光临毛尔首作,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白化V0毛衣的编织方法 这件毛衣,简单大方,花形别致,结构特别,教纯所用到的线材为毛尔加的苏利羊驼 所需要用到的编织工具有5.0毫米,4.5毫米的环形针,短织针各一副,记号扣若干,缝合针一支 如需购买原版材料包并接受专业编织指导,请在淘宝搜索店铺毛尔的毛线店 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毛尔毛线编织圈进入查看 视频中,我所使用的是别的品牌的棒针,材料包中所配有的棒针为普通棒针 在我们正式编织之前,我们需要编织一个10乘以10平方厘米的小样来测量密度 因为每个人的手镜不同,编织密度也不相同 如果编织密度和图解中的所示的密度一致,可直接照搬教程 如果不一致,大家可以自己调节帧号或手镜来达到图解中的密度 或者自行计算帧数,通过改变帧数和行数的方法达到自己所需要的尺寸 本教程的具体密度及尺寸请参考电子图解 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图解,了解一下这件衣服的基本结构和所需要用的基本针法 好,我们来看一下图解 那么我们这件衣服整体的是采用片枝的形式 从前片开始进行编织,一直编织到袖子部分 然后再编织到衣服的后片 在编织完成了这个衣身部分之后 侧身部分及袖子底边进行缝合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底边,袖口和领口的调织,完成整件衣服的编织 那么结构还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在整件衣服的编织过程当中呢 是用一个个的方块以及三角形的补角来完成整个一片的编织 在编织过程当中,我们所需要用到的一些基本针法有 方框中一个横线代表的是上针 一个空白的方框和一个空白的方框下面一个竖线代表的是下针 方框中一个竖线,右边一个小支插,这是右加针 方框中用的W的形状代表的是绕线加针 方框中上下两个方框,一个大的V字代表的是滑针 方框中人字型的符号是左上两针并一针 方框中一个入字型的符号是右上两针并一针 两个方框,这样一个大的V字有这样一个小圆的形状和一个竖线 那么这是代表着一针之两针,这里有一个加针 那么具体的编织方法我们会在后面跟大家去进行演示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件衣服的花形的结构 好,这件衣服我们是通过20针41行的这样一个方片来完成这件衣服的编织 那么在这个边缘部分呢,我们通过三角形的补脚 把这个衣身部分呢,和袖子部分呢,补齐 那么我们这里整个的衣服的编织 第一行起针的话是以三角形来起编 起编的话,我们用红色的箭头已经表示出来 都是向右的一个三角形的针目来进行编织 第二行,通过一个三角形的补脚拐角之后 我们编织两个向左的正方形,完成第二行的编织 并且在最左侧用一个向左的三角形来把它拐上去 编织第三行,第三行的话我们又全都是向右的这样一个花片 那么这时候这个三片八九十这方片的话呢 是一个完整的方形的花片 那么整个衣身部分通过这样一些方块来完成的 那么这是起编的第一行,蓝色部分的是第二行 红色部分的是第三行 那么第三我们这里一三五七九 那么这些行数的花形的话呢,方向是一样的 那么除了三角形之外 那么正方形的编织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在二四六八行,花形呢是向左来进行编织的 那么其实呢,我们只要去掌握一个向右的花形的编织 和一个向左的花形编织就可以了 好,那么这件衣服呢,我们是以三个花形来起编 也就是起针为六十针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看我的演示吧 好,这里我们用一个想样来进行花形的演示 我们衣服的起针是二十针为一组花形 总共起针为六十针 那么这里我们用十针一个花形来跟大家进行演示 大家只要记住这个编织的方法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别色线来进行演示 这里我们用的是长尾起针法 首先我们拿起线材之后呢 打一个活节把它套到五点零毫米的环形针上 适当地收紧线材 这个节不要打得太紧 那么我们整个的一片起针的时候呢 要松松地起针 如果说大家手劲比较紧的话呢 我们用粗一号的棒针来进行起边 也是可以的 我们松松地起边 那么起边方法 短的这个线头 我们把它这样 在棒针上绕一下 绕一圈之后 右手连接线球的线材 从下向上绕线 然后挑起线圈 适当地收紧这一根线材 这样我们就起好了一针 包括前面的一针 总共起了两针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线头的部分 挂到右棒针 这样挂一圈 挂一圈之后 绕线 挑起线圈 适当地收紧线材 注意这里不要收得太紧 我们要松松地去进行起针 把这个线材从上向下挂到 左棒针 挂到棒针上 然后从下向上绕线 挑起线圈 适当地收紧线材 挂线 绕线 挑起线圈 适当地收紧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起针 60针 这里我们编制的是小样 我们起30针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去完成60针的起针 我们再来进行三角形的编织演示 好 现在我们已经起针30针 那么我们这里编制的是小样 只起了一半的针数 那么我们大家要起针的是60针 起完针之后 我们每20针挂上一个记号扣 这里我们是每10针挂上一个记号扣 我们是以10针的小样来进行花形的演示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起针的30针 每10针为一组花形 挂上两个记号扣 那么总共我们是一组部分是三组花形 我们自己起针的话是60针 每20针挂上一个记号扣 整个的一组部分也是三组花形 我们根据图解 首先我们编织 左侧部分第一个三角形 我们起针之后翻转织物 第一针把右棒针拿到线的下方 从右向左这样挑起来 第一针不织 然后织一个上针 从右向左入针 挑起靠近我们的线圈 绕线向外挑起线圈 退掉左棒针上的线圈 这样我们就织了两针 然后翻转织物 我们第一针以下针的方式 把它挑下来不织 也就是右棒针从左向右入针 把这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第二针织下针 从左向右入针 绕线 挑起线圈 退掉左棒针上线圈 这样我们就织了一个下针 然后再翻转织物 那么这里我们织了两针 翻转织物之后 第一针以上针的方式 从右向左 挑下第一针不织 然后第二针织一个上针 从右向左入针 挑起线圈 退掉左棒针的线圈 这是第二针 然后我们再向左织一针上针 好 这样我们就织了三针 然后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 那么到了正面行 我们织下针 第一针以挑下针的方式 挑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织一个下针 从左向右入针 绕线 挑起线圈 退掉左棒针上线圈 第二针 第三针也是织的下针 那么这是正面行 然后我们翻转织物 我们反面行的话 全都是织的上针 第一针以上针的方式 挑下来不织 然后织 第二个上针 第三个上针 然后我们再向左织一针 那么这时候 我们右帮针上 这时候我们帮针上 已经织了四针 好 然后再翻转织物 在正面行下针的时候 那么我们不管在织物的正面还是反面 我们记住了第一针都是挑下来不织的 第一针 在正面行的话 直下针 那么我们就以下针的方式挑下来不织 然后三针 然后三针下针 一 二 三 好这是正面行 然后翻转织物反面行 反面行的话 我们是要向左进行加针的 好 那么反面行是上针 第一针以上针的方式挑下来不织 然后三个上针 然后三个上针 二 三 总共四针 那么我们再要织一针 变成五针 五针 然后翻转织物到织物的正面 那么在正面行下针不加针 那么也就是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四个下针 那么这样我们已经织了五针 翻转织物反面行 反面行的话 我们第一针以上针的方式挑下来不织 然后 一 二 三 四 那么总共是五针 我们还要向左增加一针 六 好 然后再翻到织物的正面 第一针以下针的方式挑下来不织 然后一直织下针 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好当我们织到织物的最左侧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的这个三角形呢 三角形一呢已经织了六针了 然后我们再翻转织物到织物的反面 那么在织物的反面 我们都是织的上针 并且要向左增加一针 那么这里六针就要变成七针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全都织上针 那么总共六针之后 我们还要向左增加一针变成七针 好 然后翻转织物 一号三角形的编织方法就是 我们在织物的正面织下针 不加针 反面行之上针要进行加针 那么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直把这个二十针 有一针一针的加完 那么最后我们这个棒针 这个左棒针上呢 有二十针 就完成了这个三角形的编织 那么我们自己根据刚才的方法 在正面行不加不减的之下针 反面行我们向着这个记号扣的位置 一针一针的增加就可以了 好 现在当我们知道了最后一针的时候呢 我们这样 第一个三角形呢 就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下针的针目呢 全都是向右进行挺斜的 那么好 我们这里是一个小样 编织了这时候左棒针上的有十针 我们在一身部分呢 是二十针的花形 那么在编织完成了第一个三角形之后呢 左棒针上有二十针 然后我们来开始编织三角形二编织的方法 我们划过记号扣 三角形二的编织方法 跟我们三角形一的编织方法呢 是完全一样的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 如果说正反面 翻来翻去比较麻烦的话 我们可以都在织物的正面来进行 那么在我们在这个三角形 第一片三角形 织到二十针之后 也就是在这个右侧位置 位置加针 加到最后一针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再往左进行去编织了 而是直接的去编织第二组花形 那么这里我们就在织物的正面来进行编织 不再把这个织片呢 翻来翻去了 这样会简便一点 那么当然这是根据个人的习惯 我们也可以正反面的去织 那么我们在不翻动织物的前提下 去织反面行的话呢 我们是这个左棒针从中间入针 挑起后半个线圈 这样挑起后半个线圈 然后这个挂线的话呢 是这样挂一针 然后从这里面挑出来 这就是一个上针 然后我们再织一个上针 我们从中间入针 挑起后半个线圈 挂线 挑起线圈 退掉左方针的线圈 这样我们就织了两针 然后织正面行 那么第一针 下针挑下来不织 第二针 再织一个下针 好 这样我们就织了两针 然后织反面行的上针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左棒针从后 从中间入针 挑起后半个线圈 把它挑过来 然后第二针 从中间入针 挑起后半个线圈 绕线 挑起线圈 这样我们就织了第二个上针 然后我们还要向右 增加一针 然后我们织下针 第一针 以下针的方式 挑下来不织 然后织两个下针 一 二 反面行 从中间入针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织 两个上针 之后再向右 增加一针 一针一针的增加就可以了 然后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织三个下针 然后我们织上针 第一针 挑下来不织 然后三个上针 然后再向右 增加一针 四 好 那么它的编织方法 跟我们一号三角形的编织方法 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大家根据同样的方法 完成第二号三角形 和第三号三角形的编织 我们再来进行第四号三角形的编织演示 好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一行的三个三角形的编织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编织第二行 我们来看一下图解 那么在第二行的话 我们首先编织四号的三角形 那么这个三角形的话 我们是向左的纹理去进行编织的 我们这个第四号的三角形 右手边的话是要进行加针 左手边呢 是要同三号的三角形来进行并针 那么一直加到这个三角形呢 因为我们是二十针的花形 一直加到二十针 就完成这个第四个三角形的编织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演示 那么这里 就是一二三 沿着这个三号三角形去编织 第四号三角形 我们第一针以下针的方式挑下来不织 然后再织一个下针 这样就是两针 然后第二行反面行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第二针织一个上针 好 那么第三行 我们注意这里要进行加针了 第一针以下针的方式挑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挑起这两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我们挑起两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左方针从前向后挂针 然后从中间入针挑起后半个线圈 织一个下针 那么这是一个扭下针 一个扭下针织完之后 那么我们这个第三针 跟我们这个三角形 第三号三角形上面的这一针呢 要进行合并 我们从中间入针 挑起后半个线圈 然后再向左一针 入针 同 挑起后半圈圈 同时挑起这两个线圈 织一个下针 我们这个四号的三角形 就由两针变为了三针 那么 然后呢 我们仍然是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织两个上针 一 二 这是反面行 接下来正面行 正面行的话 我们是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织一个左加针 左加针的方法 我们左半针从前向后 挑起第一针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然后 从中间入针 挑起后半个线圈 织一个扭下针 这样我们一针变成两针 然后 第三针 第四针的时候 我们注意 第四针 三号三角形要进行并针 从中间位置入针 同时挑起这两针的后半个线圈 绕线 挑起线圈 好 这时候棒针上就有了四针 那么注意我们在 三角形编制的同时 四号的三角形 帧数在一帧帧的增加的同时 我们这个三号三角形上面的这个帧数呢 是在一帧一帧的减少 因为我们这里进行了并针 好 那么我们这里总共有20帧 我们这里编制的 我们医生部分总共是在这个四号方片呢 四号三角形要加到20帧 我们这里是小样 只要加到10帧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这里已经变成了四帧 第一帧挑下来不织 然后这是反面好 我们全都织上帧 好 这时候我们的四号三角形呢 是四帧 这里的加帧是在正面加帧 正面的右手边加帧 左手边并帧就可以了 第一帧以下帧方式挑下来不织 然后左半帧挑起第一帧第二帧中间的这根度线 从前向后挑起来 织一个扭下帧 一帧变成两帧 然后我们再织两帧下帧 好 这时候我们知道了这个四号三角形的最后一帧 那么这里有并帧的位置 我们再把它同三号的三角形 我们把它这样进行一个 右上两帧并一帧 这样我们这个三号的三角形就又少了一帧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在这个四号三角形的话 我们在这个右边的又增加了一帧 这时候已经有变成了五帧 第一帧 反面行第一帧挑下来不织 二 三 四 五 好 这样我们这个四号的三角形就已经变成了五帧 那么用同样的方法 在正面行的右手边加帧 第一帧挑下来不织 第二帧 织 扭下帧 这里我们一帧编两帧 就增加了一帧 然后我们织下帧 直到这个三角形的最后一帧的时候 我们跟三号的三角形进行并帧 好 这时候四号三角形已经变成了六帧 我们三号的三角形就已经减围 这里就只有四帧了 那么我们这里是十帧的小样 然后反面行第一帧挑下来不织 然后织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四号的三角形呢已经是六帧了 那么我们就根据这样的这样的编织方法在正面右手边加帧 左手边并帧来完成四号三角形的编织 好 当我们的四号三角形由一帧 直到了二十帧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第四号的三角形呢就编织完成了 在这个最后一帧并掉之后呢 我们就不再织过不再从反面行织过来了 那么我们在一帧部分呢总共是二十帧完成一个 完成四号三角形的编织 那么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时候四号三角形已经是向左进行倾斜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第四号的三角形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编织第五号的方格 第五号的方格是在第三号方片的这一侧 左侧进行挑针 挑出二十帧来 然后我们跟二号的三角形进行并针 那么第五号的方块是跟我们第二 第三个三角形的两条边呢 是连接的 接下来请大家看我的演示 当织完了第四号的三角形之后 在这个第三号的三角形的这条边上 来进行挑针 好 这里我们在正面来进行挑制 那么我们调里面的这半根线圈 入针 绕线 调起线圈 好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挂上一个记号扣 好 我们在这里呢 这个第四号的三角形编织完 二十帧编织完成之后呢 我们挂上了一个记号扣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三号三角形的左侧 这个边针的位置呢 挑出二十帧来 我们这是边针的V字形 我们调里面的这半根线 也就是远离我们身体的这半根线 线圈 调 下针 那么这里我们是小样 调制的是十帧 我们在医生部分 二十帧的花样 所以我们要去调制二十帧 好 现在我们在这个三号的三角形的左侧 已经调出了十帧 那么我们这里是小样 那么我们是二十帧的花样 那么大家在编制的时候呢 参照同样的方法呢 是调出了二十帧 调出二十帧之后 那么我们这一行 总共二十帧的话 我们是把它从反面行织过来 二十帧 第一帧调下来不织 然后反面行全都织上帧 织二十帧 把它全都织过来 我们第五号的方块 二十帧呢 已经织完了 我们织到了正面行 第一帧 以下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织下针 一直织到记号扣右侧剩一帧 好 也就是我们继续 调针之后再织十八个下针 总共是十九个下针之后 好 我们织到了记号扣右侧 一帧 那么这是我们五号方格的最后一帧 那么这里是我们二号三角形的第一帧 我们要进行合并 我们要织一个右上两帧并一帧 我们把这个记号扣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呢 第五号方片的最后一帧挑到左方帧上 然后把它跟第二号三角形的第一帧 织一个右上两帧并一帧 好 这时候我们的五号的方片仍然是二十帧 挂上记号扣 那么这时候二号三角形 我们已经有原来的二十帧变为了十九帧 我这里只剩下九 是十帧的花形 只有九帧 然后五号方片的二十帧 那么我们这样从反面行去织 一共织二十帧 上帧 好 我们知道了 也就是知道了记号扣的位置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五号方片的这个二十帧 已经全都织完了 然后我们从正面行再织过去 织过去第一帧以下针方式 正面行是下针 调下去不织 然后织下针 一直织到记号扣右侧剩一帧 知道了记号扣右侧剩一帧的时候 那么记号扣的左右两侧 各一帧我们要进行右上两帧并一帧 那么记号扣拿下来 把这一帧挑过去 那么这两帧我们织一个右上两帧并一帧 再挂上记号扣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二号的三角形只剩下了十八帧 五号的方片仍然是二十帧不变 那么在反面行我们把这二十帧呢 再把它织过来 第一帧编针 那么反面行编针上针的话是挑下来不织 然后全都直上针 一直直到记号扣为止 好当知道了记号扣的时候 那么这里我们就完成了这个 第五号方片的反面行的编织 那么我们第五号的方片的编织方法 它是一个方块 所以二十帧始终是不变的 那么在这个二十帧编织的时候 右手边我们是不动的 那么在这个方片的左侧部分 我们在织物的正面行 要跟三角形部分要进行并针 也就是在这个记号扣的位置 记号扣左右两侧 我们要在正面行进行右上两帧并一针 一直到这个二号三角形的针目全都并完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五号的方片也就编织完成了 那么我们根据参照刚才的编织方法来完成这个方格 当我们把二号三角形上面的二十帧全都并完之后呢 我们五号的方片呢也就编织完成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片的话 针目是向左的 我们参照五号方片的编织方法来完成六号方片的编织 那么六号方片的编织是在这个二号三角形的左侧来进行调针 然后跟一号的三角形的这条边去进行并针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自己去完成第六号方片的编织之后 我们来学习第七号三角形的编织 好 现在我们参照第五号方片的编织方法 已经把第六号的方片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来开始编织第七号的三角形 来看一下图解 那么第七号的三角形 我们是在一号三角形的左侧进行二十帧的调针之后 那么在编织这一侧右侧的这条直角边的同时呢 我们要把在左侧不断的进行 一直减到最后这个七号三角形剩一针的时候呢 完成这个三角形的编织 好 接下来请大家看我的演示 我们仍然挂上记号扣 这是一号三角形 在一号三角形的左侧这个编织的位置 我们参照第五第六号方片的调针方法 把它调出二十帧来 我们第七号三角形已经把这二十帧的已经调出来了 我们这里呢是编织的小样总共是十帧 然后我们把这个二十帧从反面行织过来 一直织到记号扣的位置 第一帧调下来不织 然后从反面行把它织过来 一直织到记号扣的位置 也就是织完二十帧 好 我们织到了记号扣的位置之后 然后我们在正面行把它织过去 正面行的话首先第一帧以下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全都织下针 一直织到左侧棒针上剩最后两针的时候 我们来进行减针 也就是我们在医生部分要织十八针 我们这里编织的是小样 织了八针之后 那么最后两针 当左胖上剩最后两针的时候 要织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好 那么这样我们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就织完了 然后我们从反面编织过来 反面行第一针调下来不织 然后织上针一直织到记号扣的位置 这时候我们的环形针上有原来的二十针减为了十九针 好 当我们知道了记号扣的位置之后 我们再从正面行把它织过来 那么第一针以下针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全都织下针 仍然是织到左胖针上剩最后两针的时候 我们织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好 织到最左侧的时候 织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这时候我们的七号的三角形 就由原来织九针变为了十八针 然后反面行我们把这十八针把它织过去 一直织到记号扣为之 好 那么我们知道了记号扣的位置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右侧不动 在每个正面行的左侧 我们织右上两针并一针 一直织到七号的三角形 剩最后一针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行第八号方块的编织演示 好 我们现在完成了第七个三角形的编织之后 那么剩了最后一针 然后我们来开始编织第八号方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图解 这里第八号的方片的话 我们是向右进行编织的 那么其实是跟我们一号的三角形的方向是一样的 第八号的方片的话 是在第七号三角形的右侧边上进行挑针之后 跟六号方片的左侧的这条边来进行并针 完成整个的这个八号方片的编织 那么接下来看我的演示吧 好 我们第八号方块的话 也就是从这条边上去进行二十针的调针 然后和这一侧的这个二十针呢 进行并针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翻转织物 这个二十针我们是在织物的反面来进行调制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注意 这个环形针上呢已经有了一针 我们再挑出十九针来 那么整个的这个八号方片呢还是二十针 好 我们从织物的反面 在这个边针这个边子针的位置呢 我们是挑针靠近我们身体的这一根线来进行调制就可以了 一 挑起靠近我里面的这根线 靠近我们身体的这根线材来进行调针 包括刚才的那一针总共调制二十针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我们编制的是小样我们只要调制十针 好 然后翻转织物 好 那我们调整完成之后 那么我们首先这一行这二十针不加不减的织过去 我们把这个第一针调下来不织 然后织下针 一直把这个二十针织完 好 正面行织完之后 那么我们织反面行同样的 第一针调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一直织到记号扣 仍然是织到记号扣前一针 也就是我们要织十九针 好 当我们织到了记号扣左侧留一针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织完了十九针之后 那么这一针我们把记号扣拿下来 那么这一针我们并过去之后 那么这里我们这一针呢 在织物的反面要织一个上针的二并一 那么也就是从织物的反面 同时调起这两针的这个线圈 然后织一个上针 这样我们就并掉了一针 然后我们在这里仍然挂上记号扣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八号的方片仍然是二十针 六号的方片上的十针就有二十针 变为了十九针 然后我们第一针调下来不织 全都织下针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好 当织到了织物的最左侧之后 我们织反面行 第一针以上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仍然是编织十九针 在第二十针的时候 也就是在记号扣左侧一针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我们停下来 好 我们八号的方片已经织完了十九针之后 那么到了第二十针的位置 也就是记号扣左侧的一针 一针的时候呢我们停下来 我们把记号扣拿下来 我们跟六号的方片来进行一个二并一 仍然挂上记号扣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六号方片上 有原来的十九针就变为了十八针 好 那么我们这样 我们第八号的方片就根据这样的编织规律 第八片的方片一直保持二十针的编织 那么在织物的反面行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右侧六号的方片进行并针 也就是在这个记号扣左右两侧各一针进行上针的二并一 按照这样的方法 右侧并针左侧不动 来完成第八片方片的编织 好 我们现在第八号方片就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把第六号方片上面的所有的针目呢 全都已经并掉了 接下来第九号 第十号的方片 我们可以参照第八号的方片的编织方法 自己去完成 第九号的方片 是在第六号方片的这个右侧边上去进行调织 同第五号的方片进行并针 然后在第五号方片的右侧去调制二十针 编织第十号的方片 那么第十号方片跟右侧的这个第四号的三角形的这个二十针呢 去进行并针就可以了 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自己去完成第九号 第十号的方片的编织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两侧袖子的编织演示